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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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一三寶的心 你宗教信仰的那個信 有沒有生信 然後你自己有沒有那個福報 也就是說你因果是不是了 如果你有恩親債主來阻擾你 保不會出什麼也不會準 因為你福報沒有 你要欠人家很多債 那媽祖、神明也幫不上你的忙 那神是有度有嚴念的 要有福、要有智慧 要知道怎麼保歸了 所以第三個你要知道有那個智慧 怎麼樣來保歸、怎麼樣來抽籤 這個誠信你要懂 而要合乎你的佛所教的方法 他的身所教你的方法 合乎、合法、神 你是有福報、有智慧 智慧就懂得去歸一、三歸一 你懂得去抽籤保歸 要常常善用 那你常常的寶貝也會寶貝 就跟神明過通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自己就會體會了 如果有吃了千詩不懂 你就去參考一下千詩解 有的方向以後 你心裡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你還是有懷疑 你就直接在問你的神明 收清詞、講明白 讓他收清詞、講明白 不要在討論期來問師、顧問 顧問不便也不適宜為你解遷 宗教非常重要 要信解行政 你要相信三保 要去了解你歸一的三保 這個佛的法 他的身要去歸一 要去了解 然後一記他們所教的去做 你就可以證實信解行政 三保 佛法神 所以讀經典 佛就是經典 信解行政 佛你也是信解行政 相信媽祖 了解媽祖的文化 然後去做 依照媽祖的教導去做 你就可以證實媽祖 可以來保佑我們 就是復果 改變我們的命運 幫助我們通登解錄 你就了解 當然你要去讀他的法 經典信解行政 然後透過寶貝抽籤 你也要懂得這個方法 相信寶貝抽籤 你要去了解寶貝抽籤是怎麼判的 然後去試看看 去常常去寶貝抽籤 結果你就證實寶貝抽籤很準 以上是顧問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陪 倖佛